今时财经 点时成经 大家好 我是曾敬一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不如预期的鹰派 推升了美国和香港的科技股 恒升科技股指数 今天涨了将近5% 恒指也升超过了600点 中国12月份的通胀指数回落了 国务院有15个措施 推出一个跨周期稳外貌的政策 总会说要抢抓跨境电商大机遇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提出了政策局重组方案 要提升香港的管制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香港积极迎接中概股回流 对通胀和加息敏感的科技股 回升了 不管是在星期二的美国股市 或者是星期三的香港股市 科技股都回升 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参议院 听证会的讲话当中 虽然谈不会让通胀根深蒂固 但又说好像早年终的时候 通货膨胀会见底了 这番话让市场觉得 鲍威尔的态度 要加息的态度 可能不像之前预期的那样 银派 所以市场有这样的反应 美国科技股在星期二上涨 纳斯达克指数收盘的时候 上升1.4% 是三个星期来最大的涨幅 而之前 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 也失去了势头 基准的十年期 美国国债收益率 在星期二下跌 0.02%到1.74% 星期一的时候 交易价格曾经高于1.8% 谨顺投资公司的 首席全球策略师霍珀就说 他认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如果有必要采取行动 市场因此感到安慰 但也证实了 美联储预期通胀 会在年终见顶的观点 而亚洲股市跟大宗商品 在星期三也走高 美元触及六个星期来的低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国会作证时 听起来没有预期 那么鹰派的观点 使得大宗商品和美元费价 都有变化 不过市场也认为 美联储会在晚些时候 面临新的考验 就是在星期三稍晚会公布的 美国消费者通胀数据 油价方面 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 在今天也到了83.72 那么其实在星期三的时候 曾经突破84美元 亚洲时段在星期三 跌到了83.72附近 伦敦金在1820美元附近 而风险货币上涨 美元会价下跌 我们看到美元会价 今天低见95.53的水平 人民币的赞价今天 6.3646上涨72个基点 在股市表现方面 港股今天大幅度攀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刺激了恒升指数大幅度高开330点 冲破24000点关口 还有内地通胀低过预期 实施场对政策宽松的憧憬升温 带动恒指持续加强 中场以全天最高位附近收盘 大涨将近3% 敞出去年11月25号以来的新高 恒指收盘暴上升663点 暴24402点 涨幅2.79% 科技股指数强势攀升 科技股抽升将近半成 是声势的火车头 其中美团急涨超过9% 京东急升1成1 腾讯也抽升超过了4% 阿里攀升将近6% 恒升指数的科技股收盘暴是 5899点 涨幅4.99% 主板成交1536亿港元 今天还有一个特别要谈的是 中海油 由于预告会大幅度增加派息 股价提升将近7% 中海油在星期二公告 最新的派息指引说 2022到2024年的派息比率 将不低于40% 全年股息绝对值 每一股不少于0.7元 如果以昨天收市价计算的话 股息率是有8.2% 那么主要是因为 中海油的首席执行官 徐克强说 公司被迫从美国和加拿大退市 股价大幅度波动 明熙未来分通政策 以及回购股票计划 是为了修复股价 他认为当前的 这个中海油的股价 被严重低估了 另外在A股表现方面 内地股市今天高开高走 两市成交维持 1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 北向资金近买入70亿元 从盘面上看起来 包括了新能源车 锂电池等热门赛道股 再受到追捧 比亚迪基升7% 赢得时代升超过5% 户指收盘报上升0.84% 报3597点 深征指升1.39% 报14421点 创业版指数大升2.64% 美联族主席鲍威尔 在第二个任期 能不能延长的听证会上面 谈到了关于 美国不会让通胀根深蒂固 也就是不会让通胀扎根 但他的谈话 其实这个谈话 不像平常的议席会议之后 说给市场听而已 昨天的谈话 最重要是要说给 国会议员来听 鲍威尔表示 他准备开始加息 让经济降温 但他也乐观地认为 供应链瓶颈 在今年会得到缓解 从而有助于抑制通胀 作为共和党籍的鲍威尔 预计会赢得 作为美联储主席的 第二个任期 那么对于参议院 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 被问到了美联储 会如何收紧政策 以抗击通胀 他这么回答 鲍威尔告诉议员 经济不再需要积极的刺激措施 但是美联储需要时间 才能够将利率 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说如果事情按照预期的发展 今年会让政策正常化 意味着美联储在三月份 会结束资产购买 也意味着在今年之内会加息 在某些时候 也许在今年晚些时候 说会开始允许资产负债表缩减 并且这只是政策正常化的道路 那么他在星期二也表示 是美联储正在寻求调整一项 关键的杠杆要求 将气候压力情境分析 视为是确保美国头部银行 意识到气候变化金融风险的 关键工具 我要马拉上谈谈的是鲍威尔的言论 到底是不是对于通胀会有更深的意志 所以加息次数会向外资还行预期的 大概有四次左右 还是说其实没那么的硬盘 我回来谈一谈 鲍威尔他讲话的对象是国会的参议院 为了什么 为了顺利的连任票高一点 但是谁收到了信息呢 市场上收到了信息 后来我说鲍威尔认为 美联储认为 明年年终通胀就会见顶 其实这也是民主党的 今年年终 今年年终 对 就今年年终 这也是民主党一贯的担心 就是什么呢 他担心这个通胀是自发的 他上去之后他就会下来 如果说你在他要下的时候 给他来了一个加息 他就会让经济进入一个衰退 但是完全存在我们说场景 另外一种场景 就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呢 你不动手的话 那通胀就变得根深蒂固 就是他自己一直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说 但是市场呢 因为现在钱非常多 市场就是找上涨的理由 让它涨上去 但是我们说不管 年终通胀下不下来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得到 从现在开始 因为马上就要公布 去年12月份的数据 这个数据其实是不容乐观的 至少到明年 到今年的春季 我们想呢 这个美联储的收紧方向 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谢谢恩辉 那么在星期三晚上会公布的 美国12月份通货膨胀数据 市场预计大概有7% 至于在中国 同样在星期三这一天公布的 12月份的CPI和PPI 比市场预计的要低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数据之下 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来说 市场认为有更多的空间了 在星期三公布的 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1.5% 低于路透调查 预估中值的1.8% 12月份的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涨幅回落到10.3% 这是四个月来的低点 对于路透调查 预估中值的11.1% CPI环比也是由上涨转为下降 同比涨幅再回落 PPI的环比由持平转为下降 同比涨幅也在回落 消费市场也是平稳的 国家统计局说 12月份保供稳加政策效果 持续显现 叠加原油等部分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跌的影响 工业品价格有所回落 马上来看一下数字 统计局的数字显示 去年12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按年上升1.5% 全年的CPI 比2020年上涨0.9% 去年12月的食品价格 由升转价 按年下降1.2% 备受关注的猪肉价格 按年下降36.7% 江湖比11月扩大4个百分点 上涨的有 鲜菜淡水鱼鸡蛋的价格 都上升超过了一成 但是涨幅回落 非食品价格 按年上升2.1% 当中汽油和柴油价格 都上升两成以上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 按年上升1.2% 涨幅和11月份持平 国家统计局程世思 高级统计师董立军说 12月份内地虽然疫情多点散发 但是各地统腾推进 疫情防控 还有保供稳价 消费市场总体稳定 至于反映上游物价通胀的 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 在去年12月上升10.3% 升幅比市场预期的要低 也比11月份回落2.6个百分点 2021年全年PPI升幅8% 最近我们的节目都在关注 中国2022年经济GDP增长 重点究竟飞在什么地方 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重点是要稳增长 而稳增长的落点会在哪里呢 从各个投行的分析看起来 基础设施会发力 这是今年的重点 另外在国务院最近也谈到了 稳外贸也是很重要提出 15项措施 而这15项措施是跨周期的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了 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 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 认为当前外贸面临的 不确定因素增多 外贸运行基础并不牢固 所以提出的15条政策措施 提到了要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继续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扩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 出运之前订单被取消风险等等的保障 还有加大出口信贷支持力度 缓解中小微外贸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那么新华社对于这个15项措施的解读是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提升外贸企业汇率避险意识与能力 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生效实施 作为稳外贸的重要抓手 在投行的分析方面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料 中国今年GDP稳增长达到5.4% 因为预期中国目标是稳增长 所以GDP还会有5.4%的增长 那么前赛的下行速度不会那么的快 并且相信基础设施投资会在第二季度出现反弹 成为今年中国投资增长的重要动力 全年投资会增长4.4% 但是今年不会降低政策利率 最多就是会降准 那么这个降准大概在两会前后 但是中京认为今年内地的GDP增长会有5.3% 除了降准之外 他们认为可能这个降息的可能还是会有的 世界银行在最新的报告谈到中国的时候 就说中国房地产业的无序去杠杆化 恐怕会波及整体经济 这是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关注 说动荡的去杠杆化 可能会导致房地产行业的长期低迷 由此引发的房价下跌 家庭财富减少 地方政府收入瑞减等等 他们认为会给中国整体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 用这样的字来形容 我们会马上分析 这个投行业好 经济学家分析预测经济走势 它影响的是市场的情绪 如果说央行的官员 他预测未来的这个经济走势 比如说通胀水平 它影响的就是政策 所以在去年六月份 整个看到美国的通胀起来 中国有通胀压力的时候 我当时看了这个陆家嘴 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 预测2021年年底 中国通胀是个什么水平的时候 我就特别留意 要核对一下 它预测的准不准 那其实你会发现 预测的非常的准 而这个鲍格兰那边 预测的非常的不准 所以他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口风 当然这个情况有很多变化 央行只能见招拆招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 就是科学的预测 就是表明你和市场 要非常的紧贴 同时你的政策 是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你不是一个单纯的预测 你是决策者 它就会影响到了 你预测的结果的 所以从这一上看 精准的预测 是科学决策非常重要的前提 对央行的官员来说 尤其如此 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 下一次央行再预测的时候 到年底回头来看 它还能预测得准 谢谢文会 下小还会关注的是 在中美僵局难以化解的情况之下 香港的梁政善制如何进行 今天立法会 第一新一届的立法会 有达问大会 还有香港如何积极迎接 中概股会了 待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金市财经 在新选举制度之下 产生的新一届立法会 今天举行第一次达问大会 那么特首林郑月娥出席 在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达问当中 双方是有理有结 看起来效率是很好的 梁政善制在进行当中 那么特首在今天开场的时候 首先谈到了对于香港政府一些局级 包括一些政府管制架构的调整 来看一看 林郑月娥提出重组政策局 使得管制架构由目前三思13局 变成三思15局 那么这样的方向呢 基本跟他去年的最新一份 市政报告建议差不多 包括增设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从民政事务局接管了电影创业产业 和旅游事务 分拆运房局 食物以及卫生局也会分拆 环境局改名为环境及生态局 民政事务局改名为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检视青年发展蓝图和区议会的未来 创新科技局扩展成为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着眼智能生产及再工业化 林政提出改组后的15个政策局 9个由政务司司长管辖 6个由财政司司长管辖 两个司分工更平均 那么对于设立副司长的建议 林政认为政策制定工作 需要高层次协助 特别涉及国家安全 气候变化还有人力政策等 但有关职务和管制风格相关 应该留待下一任特首决定是否落实 达文大会的时候 也向议员谈到了北部都会区 多项关键项目的进展 他说会在他的任期之内推进计划 包括大幅度精简土地开发程序 将部分政府部门迁入北部都会区 在区内提供房屋单位 以及增设医院等等 对于香港第五波疫情再次出现 源头是来自于国泰的空哨 林政认为今天在达文大会方面 回答了议员的质询 他说不会放过违反防疫规定的人 一定会追究到底 在中美的紧张关系当中 很多的中概股面临的风险 那么到底是不是应该赶快回到香港来 如何在美国能够安全地退市 香港方面做了一些准备 财政司长陈茂波在昨天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 怎么说 陈茂波在视频事项出行 亚洲金融论坛致死的时候说 内地企业现在面临着美国监管的问题 预计会有更多中概股到香港来上市 港交所会改善二次上市机制 降低门槛 提升对中概股的吸引力 陈茂波也提到了 将会跟人民银行就数字货币方面扩大合作 监管局已经跟人行积极测试 使用数字人民币做跨境支付 下个阶段的技术性测试 包括了扩大香港银行的参与 还有通过转数块增值数字人民币钱包 以发展安全方便的跨境零售支付 他也谈到了 国家十四五规划 确定香港在国家的角色和定位 当中最相关的就是 加强香港作为全球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 跟国际资产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 所以未来香港会更具发展 发展更有活力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 这段时间一直在看初创企业 在美国那边的上市 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内地的初创企业 它一定要去纳斯达克上市 那么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灵活的制度 就是你在某些方面不行的时候 或者说是长期不盈利的时候 也能通过资本市场的输血 把这个初创的企业 变成真正一个财务上可持续的公司 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在这方面还不够 又推出这个SPAC的机制 让更有风险的企业 能够更方便地融到钱 当然融钱的 愿意给它钱的人 也得承担更高的风险 高风险对应高收益 那么好了 我们看到 在中美战略博弈 美国资本市场向中国的企业 收紧的情况下边 香港怎么去把这个空档抓到 这个空间发挥好就非常关键 过去一段时间有一些改革 同股不同权 生物科技的板块 但是从整个趋势上看 还是不够的 就是香港我是建议呢 推出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板块 Granus Back也不够 一个专门高风险的板块 去和美国这一批企业去抢 因为这样呢 你就不但能够把内地的 这种相对比较高风险的企业 找过来 东南亚地区 其他地方也可以到香港来上市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呢 业界的这个呼声 应该迅速形成一个呼吁 放到香港政府和港交所那边去 我们其实都知道 港交所很侧重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但是呢 就是这些可能是有经验的投资者 或者说是家族办公室等等 他们来投这些这些项目 是 2021年对很多人来说是挑战 但是也有机会 那么从这个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来看的话 世界银行最新的一份预测认为呢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应该还有5.1% 美国今年会从去年的5.6% 降到3.7% 谈到中国应对挑战 那么在上一节我们也谈到了 国务院推出了15项跨周期的 稳外贸的措施 我们会就此来进一步谈的就是 跨周期稳外贸 需要抢抓跨境电商大机遇 跨境电商为什么是大机遇 我想呢 以前的时候我们只是从技术路径去讲 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手机 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的群体 有了手机 那么加上网上支付系统的完善 还有呢快递的配套 所以呢就能够直接下到单 但现在看来呢 就是跨境电商 跨国来进行经营 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趋势 在疫情期间 它把这个已有的技术路线 又大大的迈进了一步 因为现在大家都关在家里面嘛 只能通过这个快递来收到东西 跨境电商从根本 就是电商 特别是跨境电商 就是从根本上 就是把消费者和生产者 直接关联到了一块 而且一个非常快速和便捷的方式 把它联到一块 现在的跨境电商 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 一个人开个店 先搜罗一批这个便宜的东西 然后呢通过跨境电商 一个一个包裹发出去 现在不是了 现在看到呢 就是中国的很多互联网出唇企业 已经开引 引领世界跨境电商的先河 什么呢 我看到一些留学生 他呢在中国留学 然后呢他懂得他们自己 母国的语言 懂得当地的消费习惯 在中国呢和一些中国朋友 那么通过我们说的 像抖音啊拼多多啊 还有阿里这样的平台 来进行直播带货 而且呢他们这个出去之后呢 就不是说跨境电商 我是卖颜值 卖通过流量来转化成收益 不是的 是真正把中国的好东西 就卖出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企业 越来越多的个人 通过这个就把中国的商品呢 直接和外国的消费者 连到一块 但是我们说现在的跨境电商 还只是一个外贸的概念 只是卖的概念 就被看到跨境电商 他下一步是什么 就是需求端 他会通过这个网络的直接联系 把他们的需求 直接通过快速电商 就反馈到了生产厂家 所以这个直播带货的时候呢 不是一个销售平台 而是一个信息的沟通平台 如果说几个平台 做到足够大的时候 他就可以引领下一步 未来这个国家 或者这个地区的 同样商品的销售方向 比如说服装 什么款式 什么面料 这个家用电器 这个三锡的电子 它要什么样的功能 非洲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功能 这个韩代是一种什么样的功能 那么乃至可能更高端的一些商品 我想包括这个电动车等等 所以从这个上讲呢 跨境电商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它比我们现在 关于电子商务的理解 可能还要更高 一到两个层级 所以政策的扶持就不一定 不能够光光说是 增建一个海外舱 然后呢 做海外舱的时候需要金融 这也是不够的 可能要布局更长远一点 谁抓住了跨境电商 谁扶持了跨境电商的 龙头和头部企业 那么它有可能就在下一轮 全球的国际贸易当中 抢占先机 我想就是从这个上讲呢 我们要大力 用更新的思路 去鼓励跨境电商的发展 谢谢红辉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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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